在咖啡店老板和甜品店达人的指导下 基隆市长林佑昌献出专业泡咖啡和做甜点的处女秀 这是林佑昌发表的第三本新书 《想路非非》林佑昌的浪漫思旅 这次是以市长林佑昌的口袋名单 基隆42家好喝及好吃的咖啡店和甜品店 作为新书的内容 特别推荐给大家 来到基隆喝杯好咖啡 享用美味甜点的好所在 让大家来基隆不再只有 咸咸海洋味道的感觉 而是还有甜甜浪漫的气氛 因为一个海港的地方 一定是最浪漫 最充满文化 人文气息 最有风情 最有情调 然后在这个城市的环境里面漫步 就会像在巴黎 像在伦敦 像在横滨的港口 像在上海 像在东京的港湾 那这个男女朋友 这个老夫老妻 然后手牵着手 很想继续再谈一场恋爱 我说海港的一种风情 应该是这种气氛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实港口的味道 也许应该是甜甜的 而不只是咸咸的 那这几年因为基隆的 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变 大家对未来基隆的想象 也变得不一样 所以有越来越多 我们的这些咖啡店 我们的年轻的伙伴跟朋友 慢慢的回到基隆 去发挥他们的创意 然后每一间每一间店 都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些特色跟创意 它丰富的基隆市文化的基底 也丰富的基隆市 整个城市的内涵 跟它的魅力 所以我说今天这一本书 我们在书里面 有42间的咖啡店跟甜点店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 专属于林又昌个人 这本书其实是属于 我们所有在书里面 所有的咖啡店 跟所有的甜点店 大家共同拥有的 知道市长林又昌 又要发表新书 现场更涌进来 满场的粉丝要买书 请市长亲自签名及合照 没办法 就是爱上林又昌的方方面面 市长的粉丝吗 对 对对对对 对是党的粉丝 最欣赏 你最欣赏它哪一点 都有 它的改变件事什么都很好 对做人也很好 谦虚 对 它的书你都有买是不是 嗯 林又昌也和书中42家咖啡店 以及甜品店业者大合照 一起欢迎大家来基隆 这个有历史的海港城市 品尝各种好喝的咖啡 以及美味的甜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这里有一群 至少亏 enfermed热 印记者 转以后 冷那高 地 扩 隐 谢谢大家